台湾省立新竹师范附属小学第15届,毕业50年,即将在今年的5月1号、2号,在母校竹师傅小举行盛大同学会,但许多校友早因为移民海外的关系,无法回台湾参加,于是美国境内的同学提早在3月6日,就在洛杉矶举办了一次团聚同学会。 在毕业50年之后,能够和小学同学相聚,回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 就是在两个礼拜前,有我们的同学周永年先生联系上以后呢,我们就很快的就是要和大家见面,来共度这个时光。 睽違半个世纪再见面,每个人都兴奋的不可言喻,一个简单的拥抱,一句带着相应的问候。 中天频道采访报导